是好 觀眾 現在所在的位置就在淡水 那我們其實在現場 可以明顯感受到 風跟雨勢都是非常的大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風 是吹到你身上 整個人都感覺快要站不穩 真的有被它吹得搖搖晃晃的感覺 而且吹到眼睛 你眼睛真的快要睜不開了 雨也是滿大的 砸到臉上會痛的那一種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的河的面的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河面 也是波濤洶湧的感覺 而且有一波波的長浪拍打上岸 剛剛一度有浪打超過鐵欄杆 感覺是相當的危險的 那麼氣象局提醒說 北部地區就是北海岸一帶 要特別注意說 會有10到11級的強震風 要特別留意了 那麼至於雨 台北 新北 基隆都要注意 要盛防大雨 因為有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說可能會有短延時 強震雨的機率發生 所以要特別注意了 那麼河川局也有提醒說 住在這個淡水一帶 比較低洼的民眾 要特別注意要盛防淹水 因為適逢大橋 我們剛剛說到的最新資訊是 新北市巴黎已經有民眾說 他看到河水已經淹到 自行車道了 所以提醒民眾千萬要小心 要注意安全 那麼我們也會在現場 為您持續守候最新的消息 那麼以上就現場最新 我們先讓誰鏡頭轉棚呢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